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鸭子队本田球场 Honda Center是双方在例行赛季第二次交锋 在最近十次遭遇之中 土狼队是以六胜三负 一和后败被战绩略战上风 在这次的交战 土狼队的23岁左撇中锋凯勒 Clayton Taylor在场23分中46秒 个人得到2分和有一次主攻 其中包括在延长赛阶段摄入制胜球 他在最近14次出赛累计得到6分 和有10次主攻 是土狼队以6比5胜出的功臣 土狼队自从10月14日起展开赛季 连续苦吞11场败过 胜利的掌声直到11月6日才首次响起 至今球队出赛29次 也不过只有6次凯旋而归 17日晚间的捷报 恰似一阵急事雨 为球队踩下6连败的刹车 土狼队使用中的主场西拉河球场 Hiller River Arena 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西北方约14公里的 格林戴尔 Glendale 本球季已经有13场主场比赛 由于附近的球迷对于主队表现并莫有期待 本来能够容那17125人的球场 累计只有155966人次捧场 场均上座位11997人 进场比例仅有70.1% 截至目前为止 纽约上周步伐罗军刀队是大联盟捧场记录最差者 可以容那19070人的球场 累计只有135872人次捧场 场均上座位8492人 进场比例低落到70.1% 而连续两年荣获石坦力杯的坦帕湾闪电队 本季仍然人气旺盛 容量位19204人的主场 累计已经有286380人次捧场 场均上座位19092人 进场比例高达99.4% 格林黛尔市政当局曾经于12月9日出函 通知土狼队结清击欠的约130万元税款和场地管理费用 否则将禁止球队的队职员和相关的球场进入场馆 土狼队在接获通知后半天之内就完成付款和公开说明处理经过 土狼队虽然因此却保本季剩余的主场赛程不受影响 但是由于格林黛尔市政当局也曾经于8月19日宣布 不再更新焕发土狼队的营业执照 意味着球队和城市的18年缘分已尽 土狼队在2022年4月29日主场迎战的许维尔诱部者队后 今后何处荡家作主 这是即将成为流浪者的终极挂念 土狼队的前身是温尼伯喷射击队 Winnipeg Jets和凤凰城土狼队 Phoenix Coyotes 自从1979-80球技加入北美冰球大联盟 至今征战42个球技有20次晋级季后赛 最近10年之间只有一次有原级后赛 该队的拥有者是57岁的古巴裔亿万富翁梅鲁耶罗 Alex Miruelo 是大联盟守卫西班牙语义球队班主 他于2020年6月8日任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法学院校友古铁雷斯 Xavier E. Gutierrez 成为大联盟守卫拉丁一球队董事长即执行总经理 彭广扬 2021年12月19日